好的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MFP对阵GYT 也是这次比赛的决赛 应该说是国内的决赛 就是国内非专业非职业的一个决赛了 我们这边看到是并没有让博弈上 GYT这边选择让海伦娜上 就是因为这张地图的一个考虑 他们也是没有拿到选图权 所以说这边海伦娜上来可以打一艘女巫 她的女巫也是很厉害的 在BOE能够拿到女巫的话 这张地图搬掉一个佣兵对面阵容 是没有能挤出一个祭司的位置 因为挤出一个祭司的位置感觉有点薄 她带的是个闪线 这把带闪线就是准备去打一个控场流 想要来进行一个板子博弈 被前方砸了一块板 上来第一个信徒摆在整张地图的最中间 还是挺舒服的一个开局 那就看她后续抓人的一个节奏了 这样的话就是往中间这么一站 然后各种通过其他的信徒 带一个走位来进行拉扯 这里原生信徒带过来 年华这边交不交铲 要交铲要交铲 这一刀 这铲交的稍微晚了一点 因为她这边的板子其实是都已经下了的 刚才看到如果直接交铲的是有机会能进板的 有机会进板的话 相对来说可能这一刀女巫要打的话 就算要打她花的时间可能也会更多一点 而不是说你交完铲就打了 甚至有可能 你们前方一刀好的 两刀打完以后这边可以再补个信徒 那么待会闪现好了以后是可以来进行击倒的 看一下抓不抓这个前锋 因为先知有鸟 这边如果抓前锋 可能也有一定的风险 就被先知鸟闪现过去 然后鸟一顶 这里机械师的娃娃想要来摸前锋 但这个时间上面可能不太够 这里好像是队友爆点了 知道女巫过来了 信徒补上 看先知的鸟怎么给 两信徒包 然后娃娃也在这里 还想来打个娃 哎呦 这一轮节奏空的还是挺好的 这轮节奏空的还是挺好的 那这边就是想来打个娃 一刀打掉这个娃 然后寄生信徒已经是拉开距离来找这边的前锋了 这边还找到了一个机械师 感觉这节奏不断啊 闪现过去 先开你一刀 娃娃这边扛住这一刀非常的不错 但是女巫这边可以交个信徒给机械师 那里先知的电机倒是已经开的差不多了 补个案信徒 然后球者这边还没有能捡到圈 闪现已经好了 这边可以闪现到来打前锋 但是如果你要顶上还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这个你要顶上的话可能就更亏了 闪现过来前锋拿球走了 预判到了 甚至鸟都没有顶 这样的话节奏 球者这边暂时是稳住了 因为这一轮的一个闪现节奏没有能打到 那现在再来追前锋 可能就没那么好追了 不过这边包过来 对于闪现女巫来讲 其实这些节奏就是一个起点 它的起点越早 它机会越多 现在的话前锋要倒 鸟没能给上 这边鸟处于一个CD7 抓到了 终于是抓到了节奏 而且前锋是交掉了自己基本上所有的球了 把人挂上 什么人来就第一波 已经出发了 这一再来找机会打一刀鸡血石 节奏 追没成功 那这一刀没打上也行吧 反正打上了也就是信图销了 其实戒尸也可以接受 不打上吗 反正你也就稍微干扰一下 我觉得这刀反正可打可不打的 它就更多的其实要干扰这边的戒尸电击 而不是说是打不打的问题 这边来防守才最关键的 好 就看你这边交不交鸟 等了很久 这里再来干扰一手机械石 我们可以看到这 这边打机械石每一次刀都是差一点点 我不知道他这边是故意不想打还是说 对吧 就是觉得打了 就我感觉他有可能就是故意的来干扰一下你的电击 这边是拉一个前锋 拉一个原生信徒过来把这个前锋挂上 可可这边的机械石好像是想来救第二波的人 这边信徒过来 那如果说这边的寄生信徒能够闪现一刀打到这边的戒尸 这戒尸将救不了人的 好 这边戒尸可能要直接救了 因为这边闪现好了 闪现过来一刀打 好 那这戒尸救不了人 信徒补上 哇 这一轮的一个节奏非常的舒服 那等于说只能是让先知救人 或者说这边先知给机械石套鸟 前锋 他这边的一个寄生还不想补给前锋 觉得我这边很稳 我能够把这个前锋给守住 先知 鸟套上机械石 这里 拉过来 救下来直接打 但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信徒还是补给前锋会更加稳当一点 帮忙扛刀 一刀打 前锋倒地 真的 他这个海伦纳这一手打的比较拼 这里再闪现一刀带走机械石 这一把有概率能够完成一个多抓了 这一手节奏连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先知的鸟也给了 前锋这边也能挂飞 然后还多了一个信徒 还多了一个信徒 因为如果说你把信徒给前锋呢 那前锋挂飞了以后是少一个信徒的 现在的话 最后一台电机是已经压好了 开门站的话 底盘没交有闪现 这边救下来 我觉得他可以再补一个信徒 因为现在寄生信徒的一个CD是好的 看一下那边电机直接点开 这里来找节奏 穷人者想要保平 有点难 说实话有点难 第一女巫底盘没有交掉 第二穷人者这边没有任何的道具了 他们其实因为这把节奏非常的紧 中间是没有任何机会去补道具的 年华这边的守护人 率先开始来点 哎 这边原生原生 一刀抽 哎呀砸头了 但是寄生过来 一刀没打中 那有机会了 这里会不会切个船 没切船的话 有机会能保平 有机会能保平 哎 这里有地窖 还不好说 这门开了 门开了 门开了 这 哇 嘟嘟嘟嘟嘟嘟嘟 那个体育啊 这 哎呦 在最后时刻啊 海伦啊 这里 稍微的有一点点 放松啊